今天给我们的创业者和经营者讲如何用创新的思维来创业 创新这个词是不是大家总听啊 有人说说我创不了心 因为我做实体店我怎么创新啊 我创不了心因为我做卫商 我是宝妈我是大学生 我怎么创新啊 我没有经验我怎么创新呢 每个创业者都可以创新 创新不是个虚词也不是个形容词 创新是一个动态 一个不断的动作连一个动作的词 今天呢我用案例一一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有关于商业模式的创新 工具的创新 以及我们创业路径的创新 好不好 第一件事情 说呢以前我们啊 创业的时候用的商业工具是什么呀 我们开个店用DM单吧 印出来洋发吧 上公园啊 现在呢 现在用小程序吧 小程序基于公众号和APP之间 不要再做APP了啊 有公众号的就留着 一定要用小程序 小程序上面可以销售吧 可以展示产品吧 可以放短视频吧 也可以吸粉引流吧 也可以跟你的店面解合吧 也可以周边半径几公里 就可以搜到你的小程序吧 那么我们以前传播 是不是用电视报纸和广播呀 电视报纸和广播没有效果了 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又全网一销搜索嘛 一查你说 山东服装店哪家好 哎 查查到你家了 对不对 山东挖家居哪家好 又查查你家了 就自动就卖钱了呗 加一个53KF 加一个电话号码 又卖钱了嘛 后来呢 我们商业工具变成什么呢 变成了一个社交化的商业工具 比如我今天用直播 哎 我对应我这个店 后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们就会认为 哎 红口我能够买的 那可以的 加上二码 你们就扫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些商业工具的改变 就是创新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没有灯 啊 那 然后最后变成什么呢 变成电灯 我们如何来 研究 说这个电怎么来的 不需要 不需要研究 商业模式当中加一个这个东西就行 其实微商也是这样的 社交化商业也是这样的 不需要研究他怎么来的 只研究他们用就行 小程序不需要你怎么研究吧 对吧 自媒体不需要你怎么研究吧 社交化也不需要你怎么研究吧 拿手机就干了吧 啊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复杂的事情变成简单的方式 啊 短视频 把手机一横过来就干了 不需要剪辑 什么也不需要 这是商业工具的创新 第二件事情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很多人啊 创业都想注册公司天盘生产 结果呢 赔了 你会发现按照这条路子来 你肯定赔 特别是有年轻人 啊 我们来数一数啊 第一件事情注册一下公司 钱 第二件事情商标 钱 第三件事情 找一个生产企业 钱 买原料 钱 包装 钱 策划 钱 啊 然后呢 产品出来的时候库存 钱 库房钱 建团队 钱 招商团队 推广 打广告 钱呃成交之后啊 这是一个什么收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说前十个全是钱 全是成本 有一件事情出现问题了 你就完蛋了 你说你这个风险大不大 最后好不容易到成交那环节 经常说说价格高了 消费者说价格高了 你怎么办 因为前面都是成本 你价格低了 你赔 价格高了 人家说不代理 啊 你必须得二折扣 二折扣不行 那你就得什么 提高零售价格 提高零售价格 说经销商又说了 说你这价格啊 598人家不买 你必须降到198 198 你还得给我两折 两折是规矩 那你说你怎么干 你不就死定了吗 所以呢 这才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多级吗 说哎呀 这回你也别说198 你别说598 咱们给他提到198 啊 养美发展一级的话 给你分598 598 198 这不就是吗 为什么传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特别是非法直销啊 这么火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说他前十端啊 都是本钱 最后发现呢 消费者不买单了 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赔了 他们就用一套招数 就把这个东西变成多级直销 返利加加那个倍增了 那你想过没有 人家是老江湖 你呢 你是个小家强 你忽略不了人家 你也见不了那是什么呢 直销的团队 更何况你也没有一个牌照 也没有一个基地 作为一个催牛逼的资本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一直强调 我说我们不能够用这样的什么 驻车公司铁盘生产 很多人就攻击我 你攻击我干啥呀 我没有告诉你如何来创新呢 今天我就告诉你啊 说你现在你把社交话做好了 你有100万的粉丝 你对大家说 你说现在 那个内蒙和甘肃啊 有一个什么吃的 比如说地瓜啊 比如说那个 那个花茶 你们想吗 那可能就会有一千人吧 喜欢好了 市面上是98 我们现在是58 纵仇吗 先把钱拿过来 消费者呢 想免买便宜的东西 好的东西好吗 先把钱给我 我帮你来干事 我帮你来跑腿 一个道理吧 说你们这些人呢 都是祖宗 你先把钱给我 我来帮你跑腿 然后我跑腿之后 我给你这个东西 还是什么货真价实的便宜的 为什么三农 是纵筹领域当中最核心的 是因为三农产品不需要解释 如果今天我纵筹一个保健品 你会相信我吗 不相信吧 我纵筹一辆车 你会相信吗 也不相信吧 很复杂 但是三农是很简单 它就是跟吃喝玩的相关的事情 所以这不就是什么 这不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吗 还有一件事情啊 说我们的创新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管理方面的创新 说以前呢 我有10万块钱 现在这个项目就需要什么 需要100万 那这90万怎么办呢 我把我车子卖了 凑了30万 我把我房子压了 贷款呢 贷款了100万 这个时间 金钱充裕了 我再干赔了 现在什么呢 现在是一个人变成12个人 即12理论吗 说我现在100万是吧 好了 你们每个人呢 出10万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100万了吧 大家一起来干这件事情吗 我把股份给你 有人说说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项目 你把股份给他吗 你就永远记着 你是创始人啊 你在创始这个过程当中 你把利益给人家了 你有名了 有名的不要利 或少要利 你不说名利全要你来啊 好了 要利的你也别跟我证明 说你这12个人 你别给我证明 我是创始人 你们是合伙人 好了 你有名了 你是不是可以再干一个 那就是你自己的吧 那就是你100% 或者说你占大股的吧 所以前期咱们都要用什么 用小成本来什么 来博大的一个过程 这个不是阴谋论 很多都是这样的 说好吗 红客现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 可以啊 大家一起来吧 你占红客便宜了吗 因为红客什么 有思维 有能力 我来做 你们拖点钱 又不多 怎么了 好了 这件事做好了 行了 那好 你们当中的话 选一个老大 我不当你们的老大了 我想当一个什么 当一个更高领域的一个老大 或者想当一个什么 更高领域当的一个小弟了 你想不想跟着我 好了 想跟着我 那咱那个标准就不是这样了 就不是一万了 也不是十万 咱也是一百万了 想跟咱就一起玩 这是一个升级的过程 这是不是一个管理运营上的一个创新呀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这三个创新就行了 时间有限 我是红客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创新呀 一共有18个 今天我谈了仨 谢谢